密碼,那當然我們這個是做兩個page 一個page是主要的,這個主要的就home 另外一個是如果正確的話,那這邊id我就ok好了 就是說它正確的話才可以跳過來 可是裡面呢,當然裡面我製作一個簡單的,這個帳號密碼正確 才可以看到 至於將來你要怎麼樣去修改,當然就是 你可以改成你希望他看到的一些相關功能 如果他的帳號密碼不正確 不能使用 正確可以使用,當然就這樣子 至於就是說你那個帳號密碼,因為我們現在是寫固定的 如果未來,你如果說要寫 比如說你可能有一個那個帳號密碼的一個資料 資料表可能在遠端的話 當然你可能就是連線過去 判斷,回來看看有沒有在那個資料表裡面 有 那就是看這個帳號 有 然後再去判斷他的密碼 兩個都要正確 才可以切頁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這個App 就是具有 比如說你可能 只有 權限的人才能看到 甚至你還可以區分很多權限 比如說他的 是什麼 哪一個 等級的那個 賬號 那你可以給他不同的畫面 等級不同 比如說 白金 然後 再 比如說不同的 你可以給 不同的功能 然後給他 給他看到 不同的那個 資料的量 可能 攪的錢多 那看得多 攪的錢少 就看到陽春版 免費版的話呢 最 最簡單的 所以當然會有一個區隔 然後 這樣有一種行銷的模式嘛 對 其實是很 很 很夯的 現在 因為 主要原因 很簡單 現在 大家 幾乎手機是不離手的 而且你的眼光注視 時間最久的 慢慢從 電視 轉到 PC 現在轉到 手機 而且現在的手機 當然之前也會可能想說用大一點的平板 不過我發現 現在 手機慢慢的 它的尺寸跟平板也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可能想說不要帶那麼多台 所以花在那個手機上面的時間可能會越來越多 那相對的 所以慢慢當然你的設計的方式 可能要轉變 就是說 怎麼樣把以前的像 電腦 本來是視窗版 慢慢好像視窗版越來越少人用 當然改成web版 就網頁的模式 那網頁版 現在好像也慢慢的 視為 就變成app版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漸進的 所以你要怎麼樣 把這個再轉過去 那我們現在教的這個 利用那個 JQuery來做 其實它最大的好處是 如果你以前是做web的 你把它轉換過來 其實 可能需要學的東西 應該是最少的 因為它的概念上面呢 跟以前的網頁 其實還蠻像的 那 這個功能我來demo一下給各位看 那當然在 我們前面用那個 用Android Studio來開發的話 也有類似的功能 不過如果用Android Studio來開發的話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設定非常複雜 因為你只要切頁 你可能還要用一個 Intent 一個 一個類別 這個Intent 還要再告訴他說 你要 跳到哪一個頁面 然後呢 還有一些 Permissions的設定 就是全線能不能跳過去 另外可能你要多一個頁面 在那個Android Studio 又要多一個類別 再多一個view 其實設計起來 如果跟這個比起來 那這個簡直是太簡單了 OK 差異性太大了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Android Studio裡面的那個 全線設定的控管上面 是非常的嚴格 那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 比較不會有那個 全線的問題 因為我們只是怎樣 切過去 這個頁面 那透過只有一個方法 叫Change Page Change Page就可以切過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這邊哪些重點 因為之前也有同學自己 自己練習 我發現好像有點問題 那我們 這個功能非常簡單 使用者名稱 假設我今天輸入一個 錯誤的好了 假設我錯誤的是 AAAE 這個按 送出的話 這應該這個畫面 只是因為現在 還不用講到美工 所以 比較陽春一點 之後如果你要做漂亮一點 請自行再去加工 我想 這個OK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會跳出什麼 請輸入正確的帳號密碼 為什麼 因為 我這個帳號密碼 其實我這個背後的帳號密碼 是AAA加123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錯誤 它就 不讓我過去 那我要能夠怎麼樣正確呢 就是AAA 123 好 當然你等一下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改了 沒關係 按送出 它會先跳出 您輸入的帳號密碼正確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會 Change Page 到 正確的畫面 OK 當然這個只是 一個 將來你可以用 後面你至於要怎麼改 就是它已經跳進去 那功能都可以用了 對不對 如果說它不正確 當然什麼功能 或者你那也可以 如果它不正確 你可以跳另外一頁 正確跳另外一頁 不過這個設計邏輯 我想各位可以在 自己再去修改一下 那關鍵的話就是說 如何去做一個 Change Page OK 應該了解那個邏輯啦 那理論上真的 比起以前用Android Studio來開發 是簡單太多了 我像之前 他們應該有 我們有學過像用Intent的方法 那個 光要把這東西 做出來 真的是 只是做一個切頁 就要了解那個 什麼叫Activity Activity的生命周期 然後呢 Activity了解完之後 還要再了解Intent 了解完之後呢 大概一節課就過去了 還沒開始寫 OK 那當然你說 它有什麼 不過它比較低階一點 也就是你可以控制的東西 當然 相對的有時候會比較多一點 各有優缺點 不是說絕對 只是說如果你今天的需求很簡單 只是要一個切頁的效果 那這個絕對是最簡單的 然後來看一下首先第一個 我們一樣 首先了解一下這個邏輯 第二個的話呢 再了解一下 我們要做什麼 不外乎當然 請各位也是一樣新增一個頁面 新增一個什麼 先盯一個 一樣 開一個新的什麼 新的HTML5的 新的檔案 那這個檔案裡面的話呢 不外乎就怎麼樣 在這裡面 做什麼 做兩個頁面 做兩個 兩個什麼的 JQuery的這個頁面 第一個頁面的話呢 就是一個 號 上面我給它一個 一個 一個 Title啦 不過Title 我想不到這種什麼比較好 所以我就用我們那本書裡面的那個章節名稱 所以你第一個 就在上面 怎麼樣 一樣先 插入一個 JQuery Mobile的 頁面 這個頁面呢 它當然會跳出這個 你按確定就好了 那名稱的話呢 上面這個叫 Home OK 然後這個 我想你不然就改成什麼 帳號密碼練習之類的 或者叫登錄練習也可以 OK 這個叫 我們把它改一下名稱 然後內容的話 那這個第一個 Page就出來了 再來的話 請各位再做 第二個Page 第二個Page呢 一樣嘛 你心理在這邊 這個是第一個Page 第二個Page呢 請你在這個Page的下方 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 第二個Page 這個Page 我叫OK 或者你可以叫其他名稱 我用大寫 JQuery裡面就有分大小寫 OK 之前我記得好像 一直 奇怪怎麼切不過去 原來是小寫 所以大小寫 我這邊用大寫 你可以用另外名稱 OK 好 這邊的話呢 就是 讓它 切過來的話 可以叫什麼 密碼正確 底下的話反正就是讓 只是一個頁面 我讓它切過來而已 切過來密碼正確 好 這邊可以切過來 再來的話當然你這個內容裡面 可以放什麼 不外乎就是放兩 三個東西嘛 第一個是 一個叫使用者名稱 或者叫名稱也可以 一個叫密碼 然後一個叫送 送出的按鈕 做法上非常簡單 其實只要怎麼樣 在這裡面 用JQ Mobile裡面 要用什麼的 用文字 所以你可以文字輸入 那輸入完之後 這邊 也許叫什麼 使用者名 這叫名 這叫帳號好了 反正 這個 這個 這個輸入一個叫 然後 然後這邊 Enter一下 再輸入一個密碼 密碼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密碼輸入 它旁邊有一個密碼輸入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密碼 那再來的話 底下的話 再加一個button 加一個按鈕 按鈕的話 你可以 看用我之前講 用的方式 你可以直接用 上面這個button 上面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按鈕 或者是說我們之前有用 用過一個 就是說 直接什麼 在上面顯示叫送出 叫送出 然後呢 直接連 讓它直接可以 做那個超連結 連結到 這邊可以送出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它 把這個 改成 前面講過的就是 它的那個什麼 DataRaw 等於 什麼呢 等於就是button 然後呢 連結的話 基本上 我們這邊 把它改成 button 然後 底下的話 把它做個超連結 連結到哪裡的 連結到幾 再來給它一些名稱 包含就是說 其他的話 我想各位自行在設定 就是這邊 DataRaw button 然後其他的話 分別就是把這一個 叫什麼名字 ID的部分的話 那我前面的部分 這個ID 我叫做 User 這個的話 名稱叫 PASS User跟 PASS 所以你直接點選這邊 然後把這個名稱打上 叫 User 然後這邊的話呢 叫PASS 縮寫一下 記得名稱 因為我 撰寫的 程式的時候 很重要就是要 這個名稱要 要抓到 OK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具備 有相關的介面 最後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DataRaw 然後送出 再把它按即時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會有個帳號密 不過它的那個 這個這個中間 如果說你不要讓它中間有太多的換行 你可以把 這個地方把它 delete掉 中間這邊的話 我看一下帳號密碼 因為如果說你用的是上面的 JQuery 它會一直幫你出現這個 叫什麼呢 Fill Content 所以你可以把 把那個FillContent 有時候 太多個 倒麻煩 所以你把中間這個拿掉 然後把這個P也拿掉 這個P 不然的話 變成它把它 割開來 這個P也拿掉 那其他的話呢 就是 裡面的 功能再把它稍微改一下 OK 送出這邊 DataRaw 送出 這邊有一個 這個啦 這個Button 這個把它拿 它變成它的那個 DataRaw 它變成 有一個 少一個ID啦 請各位 自行把這個做出好 類似長這樣子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